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中俄防空系统升级 美要加强B-21隐形功力 下一代B-21突袭者轰炸机号称 能利用第四代隐形技术 避开世界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而美国空军正准备切实审查它的关键技术设计 据权威战士网报道 美国空军官员说 这次审查是正式打造B-21前的关键步骤 评估的项目包括设计规格 技术规划 计算能力与武器整合等 B-21专案已完成初步设计审查 下一步就是关键设计审查 美国空军资深公关主任史戴弗奈克说 空军仍对B-21的进度 还有2020年代中按计划交付这新战力充满信心 随着列强军事现代化 俄罗斯打造出世界数一数二的S-300 与S-400防空系统 能在广大的区域传递追踪与定位资讯 而中国不仅发展射程能涵盖进中远程的东风系列导弹 更在研制东风ZFW-14先进高超音速导弹 由于中国与俄罗斯防空技术迅速精进 美国迫切需要更新的战机隐形技术 密切尔航台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指出 要发展更新的隐形技术 一躲避先进多频防空系统 就必须运用宽频隐形的特性 报告指出 B-21没有尾翼 侧边没有垂直面 但又能减少钱 后 侧边讯号反射的雷达截面机 是敌方从任何角度侦测都构成挑战 也因此 它的隐形性能比诸如F22与F35 有尾翼 机翼等垂直飞行操纵面的隐形战机 更高强 不过 美国空军高层仍表示 B-21将升级隐形技术 以随时从世上任何地方攻击任何目标 由于对手防空技术尖端化 美国空军研发人员体认到 隐形战机其实远比以往脆弱 因此除了隐形阻态 红外线意志功能与雷达躲避图层外 也日益重视诸如干扰等电子战防卫技术 利用恶劣天气掩护 以及与其他隐形性能较差的战机 搭配出击等各类关键要素与战士